陳鋒破爛有一種魔 我是陳鋒 陳鋒今天要玩的是一個 30能量的丘雷姆的牌組 這牌組也是由阿斯卡提供的牌組 然後他提供這個 丘雷姆的他擁有30顆能量 陳鋒以為30能量應該會很卡 可是玩了後才發現 意外的蠻順的蠻強的嘛 所以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雖然說可以看起來他蠻像是娛樂的牌組 跟是打起來是意外的強的 喜歡丘雷姆的可以玩玩看 那配置真的是相當簡單 就4-4球雷姆V-MAX 主要是要用這個球雷姆V-MAX的技能 就是到他的時候你可以丟 排隊上的一張牌 如果是水能量的話呢 就衝人給你的寶可夢 然後衝給誰都可以啦 他可以衝給人蛙 也可以衝給這個VALUZA 這個青春雪 就基本上可能球雷姆打7-9過後 就會出青春雪啦 然後再玩一張霓虹魚 是相當簡單的配置 然後水能要特別多 要配一個人蛙 然後呢 東西真的不需要多 就玩了一張的 因為還蠻容易進化 然後4張VIP 然後2個球 然後重點是要這個Adventure 然後抓3個 然後一下子進化成你的球雷姆 或者有這個CD進化你的球雷姆 場地進化 對 場地找CD 或者找Ovent 可是CD可以玩2個啦 都行啦 然後玩了30個能量 我們要挑戰就是 一半以上都是能量怎麼辦 呵呵呵 就玩這樣子 然後排 沒有牽主牌 30個都是能量 能量是免費的嘛 OK 來就主牌 我們就來玩這個球雷姆吧 要吃手牌啦 這副牌 先手中牌 後手也行的 脫手可以直接填了 喔 對方打超人 焰駝 可以 有意思 這種情況就要用 軟滑來抽出你要的東西 一下子set完 漂亮 漂亮 等一下可以進化直接攻擊 他超人焰駝 是扯摩個超人焰駝吧 我可以輕易把我換牌哦 也行 加這個 這個什麼 呃 冒險家 就可以了 出來拿冒險家 找一個冒險家 然後就化完全部的丘寧姆 所以看起來這副盤會的卡 其實意外的還蠻順的 打完 好東西打完 要排有多 一點 都是能量的機會 然後三次的貼了 只要貼到一個 就可以清潔他 夢幻 而且我打了過後 會丟能量嘛 所以基本上也不會被這個超人焰駝 給克制 然後兩百七也是剛剛好的傷害 沒關系 丟兩個 一個兩樣的話 他比較打不成 就算多一個能量 四個能量也行 也是可以填得出來的 極速 有個垂無的獎勵啦 哎呀 直接去四個都是 能量 哇車退 好 他打不了 但是這個也限制不了啦 加鐵到一個 就可以了 可以 救到珠貝 沒問題 那就直接開打吧 他只有一個 達度 的話呢 不用擔心他可以 去救我的秋連母啦 這個秋連母也是挺兇的 進化不了另外一個秋連母 應該是卡獎幣 對方投降了 對方投降了 這些手 沒問題 挺好的 抓全部秋連母出來 忍挖一個也不用 真的 還有CD後攻擊才進化啦 看一下 OK 雅髒 對方有VVQ的話 你就要用青神血 或者我挖的攻擊 噴火龍吧 對方是噴火龍 可以抓ROTOMU出來嗎 ROTOMU 欸 抓夢幻喔 薩白山的血量也扛著噴火龍的攻擊的 但是 初戀母沒辦法一發氣絕的噴火龍 沒關係就打車輪戰 抓完出來 一口氣抓出來 超狂的 好 一隻Focal要特性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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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天人 噢 聽不到 先給後排 打120 賽哥在進化 一下子超多的秋蓮姆出來 它還有R分進化嗎 噢 它是ROTOMU的 它是VSTUD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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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水的 看到高級球 直接抓噴火龍 有一個問題 它打我180 210 老壞的秋蓮也不敢打 老壞的秋蓮也不敢打 噢 有魚大 它是抓什麼的 只是稍微綠一下牌吧 有什麼好抓啊 其實 又什麼好抓啊 這次 那第二 可以 可以 再來 我去掉了 可以 沒關心 撤退 是可以放七色血出來 有 有必要嗎 有必要嗎 丟一個好了 一紅魚 它還有一個是死板的那種爽散 一紅魚 待會進化下一隻的噴火龍 有 有 結果會被移掉了 它放棄這個 噢 靠這Catcher 行 要多一點人家 打了過後要撤退 的問題 這個 後面的青森雪 板機 丟一個就可以 另一個 冷藏 把這隻手悬出來攻擊 整個擺蠻簡單的啦 打起來 他把老大丟掉的是好事情 他已經 又彈掉了 這代表他這回不能攻擊 我算一下拿4個獎勵的話 他花了 4個獎勵 4320 4320 他加了一個Defense標可以棄絕我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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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青蛇雪攻擊 他有Defense標 我通常會有 可以打3x3 3x3 但是我這個打的話 我也是輸喔 沒辦法 直接打 因為 我這個打過後 我後面的丘練舞也扛不住啊 我一定要用這個 扛了一擊 然後再用青蛇雪再去扛 才可以有機會 他用這個加10的話 他有機會 他用這個落後獎勵 加10的話 他就可以棄絕了球內舞 但是 他等一下有老大的話 也是一樣的 不然老大 丟了一個 丟了一個 然後那個就一個 打他 兄弟 都不然 他就消 blade 一直進去 松晴 你不在示範 溝ה 是 沒有東西好打 其實 他傷害又不像弓箭爆 可以考慮三個弓箭爆 可以打出更高的傷害 也是行的 給他吧 140 只是加21 不大 現在160 打下去吧 看老大他就贏了 用骨箭爆的話他可以打至高傷害 是真的可以考慮塞到骨箭爆進去 會強一點 好 老大 對方贏了 好 建議就上一張骨箭爆進去吧 卡錶的話我會作為更新會方骨箭爆的排行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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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